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楼市事件》 我是今集的节目主持人Winnie 在我旁边的就是C先生,继续和我们谈谈楼市 C先生,CCL最新报道179.01 按周跌了0.59% 其实已经连跌了10周 10周的跌幅就去到4.8% 但跟今年6月高位比,已经累积跌了5.7% 未来会否继续跌下去? 跌幅又会否扩大? 连跌10周,可以说这已经形成了势头 我自己看,跌幅相对少 因为香港这段时间,有两大负面因素影响着市场 一个就是中美的磨擦 不只是贸易的磨擦 而且是美国对中国定位作了根本性的改变 将他看成不是普通竞争对手 而是威胁他老大地位的必须认真对付的对手 所以这个对中国的经济一定形成制约 也影响香港经济前景的机会 这个是上半年已经起作用了 另一个就是反送中运动之后所造成的社会动乱 这个我相信影响更加明显 以经济增长来说 如果按年计第一季有0.6%增长 第二季还有0.4% 一到第三季,方向又转,幅度又转 从升就变成跌 跌不够1% 一跌跌2.9% 所以可见香港内部动乱对香港的冲击很大 你说会不会一直跌下去 其实很关键看内部动乱的发展趋势 我自己看暴力的高峰期应该是过去的 未来会减少一点 因为我见社会上的声音 例如破坏地铁 对一些不同意见的人的撕尿行为 采取负面的评论开始增加 我相信未来会减少一点 实际上如特朗普所说 人都减少了 规模、程度 我认为都会减少 所以如果最坏的情况过去 以及这个是主导影响中的楼市 未来会否急拆 之前都没有急拆 跌得10%不够 股市波幅也有20% 我自己估计就 慢慢跌 就难大跌 而且有机会略为好转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我见中原有一个叫做经纪人指数 即是他们早上开电脑的时候 可以输入 他们究竟看后思系 看好、看平、看跌 我摘下了那些人的意见 那个经纪人指数 从两三个礼拜前 只有30点 现在一跳跳到60点 最主要就是 在施政报告之后 按揭上限放宽之后 突然间首期不足的 有一批人都买到楼 那次反弹是挺大的 因为交投量有些屋苑 上个月只有10多宗交易 现在就立刻达到60-70宗交易 是数以倍计的 所以他们的气氛是好些的 经纪人的气氛 其实都受买家的取态影响 所以我自己看 下个星期出的数字 可能都还是反映之前 会下跌 但到11月中 出现轻微反弹的机会存在 就会见到施政报告的反应 是吗 那是其中一份 施政报告有很多反应 有些是即时会有反应 有些是长远的 没那么快 但最即时的反应 就是施政报告 你刚刚说的 就是政府都减纳 放宽在安保门栏 那些都不算简纳 是吗 但是二手 起码即时就很疯狂 大家都开始活阳 辣椒针对的人 和这次是不同的 辣椒针对的是 一个就是 就是额来买家 投资性买家 二次资业 或者短期转让 这次针对的是用家 都是 辣椒是压的 这次是放的 因为以前 即使你是首次资业 最多都是可以借八成 现在可以借九成 那些本来还要花五年 十年才能借到钱的人 突然间 我都够首期 那便出来买家 所以最近 交投增加的主要原因 就是 有一批人 因为这个措施 而突然成为 可以贴力买家 至少可以考虑买家的一份子 所以市场上潜在的购买力是增加的 所以令到二手屋苑的成交多了很多 因为十月份 我们中原十大屋苑 整个月录到251宗成交 其实都藏了七个月新高 也反映到市场购买力陆续 留在二手市场 是否会表示 其实大市都不再是一手新盘做主导 新盘如何应对好 要否继续低开去吸客 以前为何新盘卖得相对好 因为发展商有很多 由他们自己提供的按揭 二按或全按 给买家 所以买家去二手市场买不够首期 去一手市场 反而够首期 现在政府这些措施 其实是降低了发展商的竞争力 因为以前二手借八成 一手借九成 现在二手都可以借九成 二手比一手便宜 现在变成了发展商 我相信在这情况下 为了增加它的竞争力 它都要在付费条件 或者其他的附带条件 甚至在价格上 都要做些调整 但我自己认为 整件事对发展商都不只是不利 因为以前发展商 所谓开价便宜些 靠什么呢 靠和二手比 即发展商贵过二手很正常 新的当然贵过旧的 现在这些新措施 令到旧的都升了些 发展商定位 在价格定位上 不用定位到这么低 一方面 它有力 要它低一点 增加吸引力 另一方面 它支持的基础又好了些 所以我相信 可以说有一部客户分流去二手市场 发展商就要做些事情 去吸引它回来 买家来说 他们要竞争 买方要竞争 对买方也是一件好事 对买家来说 又怎样呢 最近大市有很多 又有利淡又有利好消息 例如你刚才所说 社会事件又未解决 中美贸易战又未解决 然后GDP又连跌了两季 但是昨日 香港有几家银行都陆续宣布减息 是11年来首次跟随美国减息 会否预视到低息环境持续 买家的话 究竟入市是否是时机 还是怎样呢 我刚才说 两大因素整体负面 中美磨擦内部的社会事件 但是这两个事件都在转变中 中美的和谈 我相信取得协议的机会是高了 我不知道协议的内容 我只知道协议来说 以前要一个整体协议 谈多少都谈不上 现在说可以做局部协议 谈到多少便写多少 所以我认为取得协议 它会增加 气氛会改善 内部的动乱 内部的动乱 我认为 幅度又好 即是人数 暴力的程度 指数 或者影响社会的程度 以前可能出事的日子多些 或者区域分布远些 现在我听同事说 以前区区都看不到楼 现在起码尖沙咀有事 元朗没有事 銅鑼环有事 可能屯門没有事 有些地方 他们都有机会做生意 所以我认为应该略为好些 至于经济增长 很老实 后遗症正正出现 冷炒的结果 肯定对整个经济有影响 所以我认为 零售热 餐饮热 旅游热 酒店 未来的一季、两季 都是很惨弹 有人财源 无可避免 明年加薪又少了 但是 买楼不是看眼前的经济 买楼是在积累的财富 如果看眼前 有时间都买不到楼 要你以前草浪 或者你老爸草浪 才有机会买楼 这些是看形势的转变 譬如最近交投多了 有压力 你不买 遲些 又贵些 又贵些 这种恐惧又出现 另外 减息 多多少少 令到经济负担 降低了 供楼 没那么大力 但是 都要看银行 按照我所知 银行做按揭 最近有一、两间大一点的银行 其实 没有之前那么积累 为什么呢 他假我勇 本来我介绍按揭 有勇收 假我勇 即是他不愿意做生意 当然 这是一些新的情况 出现之前 银行已经做的决定 因为银行 反应不是那么快 他的决策机制 比较复杂 上面决定了 下跌去下跌 走着的时候 可能上面变卦也不成功 他最近有宣布选择 是 很久都不选择了 11年来首次 是的 我自己看 他一方面 可能他也想刺激一下经济 另外 我见过按揭息率 现在按照Hyper計的 按揭息率 已经碰到银行 用优惠利率计的按揭常限 重跌了 重跌了 变成要用优惠利率计 不是用同意拆息计 但银行倾向用同意拆息计 可以因应市场变化 调整得快些 如果要优惠利率 又要开会 又要慢些 如果还点重跌 他不如将优惠利率降低 我自己觉得利率的上落 其实现在对市场的影响 反而没有货币供应增加 如果货币供应增加 人们就不要太多钱 要持有资产 如果货币供应减少 人们反而会要资产 但美国现在基本上不再缩表 所以我自己觉得资产的吸引力依然存在 所以买家都要量力以为 去看看自己有没有累积的财富 或者有没有富贡去帮忙 今集聊到这里 谢谢施生 我们下集再见